首先我不喜歡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說是婦女戀 我又不想回答 我其實人表面上沒有什麼 但實際上是很小器的 心裡面 我個人表面上都沒有什麼 你覺不覺得是婦女戀呢 其實我都不太喜歡這個問題 因為我都在想 因為你想回答是 不是 因為我想好像不是 所以究竟這條問題應該怎麼回答 這條問題很哲學性 有些哲學性 需要長篇大論 一個小時都說 是一個論文來的 我們正經一點回答 其實在我寫這個戲的時候 當然很多人認為 鄭先生是你的公器私用 你喜歡周秀拿 當然有多大的位置去做 其實你應該 有很多跟你同齡的 很好戲的 可以做你女朋友 因為我這麼年輕的 那又不是 因為我寫這個戲的時候 其實我做了很多 research 我觀察了很多世界 我才去寫 其實有很多 二十多三十歲 二十多三十歲 你是二十多那些 OK 二十多三十歲的 其實那些女生 他們是會 對於一些給他年長 至少超過十多年的男人 是有一種特殊的感覺 他會喜歡 這個不知道你和不同意 也不到你不同意 因為是真的有一種 社會上 或者世界上是有的 他們會喜歡 這些男人的權力 他的才華 所以有些時候 你在街上會看到 哇 他牽著一個 是不是他女兒來的 不是 他們很親密 其實 可能是跟他的才華 可能跟 你永遠不知道 愛情是為什麼的 他為什麼會喜歡 一個給他年長的人 你可不可以分析 不如我們去分析 這件事 為什麼 不過我想更多的是 我不知道 我只是在這部戲的時候 去嘗試 嘗試 但是你問我 我就覺得我自己 喜歡和比我成熟 和有 可以教我 東西的人 去聊天 很多時候 因為如果 如果我想問一個 身邊的 同事 或者跟我同年幾 甚至乎 是 伴侶是 小時候 或者跟我同年幾 你會發覺 你 聊不到 那個聊不到 不是說 我們完全溝通不了 而是 你可能有很多事情 你都想 找一個人去幫你 幫你 解決一些 你心裏面有很多疑問 就是 這一種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反而覺得 可能更加多的是 比我 成熟的人 想的人 可以 理解我 是的 那種理解 我覺得更加多的是 所以其實 我們現在拋開 所謂的婦女戀 其實就是一個 這種關係 無可避免的 是會這樣發生的 我 我就 喜歡去寫了這一段 一種這樣的關係 是 我突然想到一個 想一個男人 我突然想到一個是因為 有那種被人疼的感覺 被人疼的感覺 可能很多大家都會覺得 二十多三十歲的女生 即是女人都不需要 所以 她什麼都懂的 她都自己可以 照顧自己 所以 很少大家會覺得 她都需要人照顧 需要人照顧 需要人疼 所以 就是這一種感覺 嗯 我 我也不知道 你已經看了 我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